嗨大家好我是小陈老师 今天要和大家聊聊的是音色上的训练 那有些同学呢 练了某一块的动作 就发现说 我怎么好像声音到了某个点 好像就上不去了 那这个有点像运动 就是说我在做跳高这个练习 或者是我要灌篮这个练习 不是我单练某个小腿的动作 或者是练哪一块肌肉的动作 它就会跳高很多 它可能到某个点就上不去了 那肌肉的这个连带系统 其实是非常难训练的 其实还要考虑到 你各个肌肉的力量之外 那这个还要考虑到 你的肌肉的这个每一块的动作 有没有办法连贯 那每个肌肉有办法连贯之外呢 你的拼跟有没有办法很好 有点像说 我在做这个哑铃 那在做这个深蹲的动作 杠铃在往上往下的时候 当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或是有轨道的话 可能可以做到100 但是如果我拿到轨道之外呢 我可能只能做到50还是60 但是有些人可能在轨道上呢 可以做70 但是他拿出来的时候 也可以做60 所以不一定说你在轨道上可以做的重 在这个外面就可以做的比较重 因为你拿出来的时候 你还要考虑到平衡这件事情 是非常困难的 有人就会说像大力水手啊 或者是健身房的教练 他们在搬水泥或者是在搬瓦斯桶 他们虽然非常的强壮 但是他们不一定会搬连过工地的这些水泥工啊 或者是专门在搬瓦斯的人 他们可能看起来比较瘦 或者是看起来比较没有这么的精壮 但是他们搬的速度可能会比较快 因为他在连带的这个动作的这个系统 还有他的肌肉的连贯性做的可能比较好 或者是他的整个平衡哪边做的比较好 所以声音不是说你针对某一个地方 你特别的强劲的训练之后 你的声音就会到非常的顶尖 可能会到某个点 但是那个点在上去的时候就会比较困难 但是这个在训练上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那这个训练的方式呢 就要回过头来就要去研究说 你到底是在哪一个量值上 你的平衡就会跑掉 那这个当然是可以慢慢的被测量 那今天主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不是我针对某一个动作 一直猛力的训练之后 我就会达到那个程度 这个非常的强壮的人 也不一定可以把水泥搬得非常好 那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我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